这就是我们家每天有的炮山鸡 每一只仅价的90关作用 炮山鸡就是这种黑色小爪子 对对对 它是公鸡 炮山鸡 黑色爪子 你看这多小块 这样才入味的好吃 这一只鸡大概多重呢 鸡载散好以后 三斤多 鸡腰子 这个放在这边 你们在重庆干大爬当之前 在哪边干 在北京干到二十二年 九三年到北京去的 也是北漂啊 九三年到北京那都是刷碗 在北京就住地下室 住了二十多年 就 父母岁数也大了 孩子也上学 都回重庆 开大破产 这一开 大破产一开快十年了 在北京带着有希望吗 没有希望的 没不起房子 没有办法 你们就是在北京带厨房 对对对 刚刚是在北京刷碗上 赶了二十多年 住了二十多年 第二次 楼房都没足够 他这边鸡啊 切得非常非常小 纯粹的这个叫鸡丁 哎呀这个鸡腿剁得漂亮 再来看一下老板剁这个鸡腿 再来看一下老板剁这个鸡腿 我们那边切鸡都会剁得很大块 哦 那种啊 属于红烧 我们那种属于那个尖叫爆炒 你们那个下锅应该会非常快就出锅了是吧 对对对 说小的快的都是比较入味 确实小 那边在剁鸡 这边在栽辣椒 哎呀 这个看着头皮发麻啊 绝对很辣 这个绿的要比红的要辣是吧 是的 是的 哎 这有多少斤啊 一百多斤 能用掉吗 肯定能用掉 每天都用这么多 现在这个辣椒多少钱一斤啊 二十多一点 直接就闻到这个辣椒的呛的味道了啊 我每天都是用的新鲜的咸嘴的辣椒 这个全部都是烧这个尖叫鸡 是对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红的小米辣啊 最近这个辣椒啊 是相当相当贵 头两天我们在一个饭店拍 他说红小米辣快五十多块钱一斤 什么概念 调料真的比肉要贵了 我以为他们这个辣椒啊 是切出来的 就是菜刀一刀一刀切出来的 所以我刚才还在想啊 一百斤要切到什么时候 刚才是用机器 直接打出来的 哎呀 这个就省事了 而且机器打得更贵的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这个后面后厨这个全景啊 你看全部就是在住宅下面 敞开式的 空间非常非常大 我感觉重庆啊 对于这种小餐饮 他是非常非常包容的 你看这一排全是大排档 全是厨房在后面 一直到里头啊 对于干过餐饮的啊 应该知道这种后厨 这种在一楼的可以敞开式的 他对于备餐 这种准备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 点赞 这个送的什么 鱼蛋 鱼蛋啊 这也是重庆网红产品啊 对 五点钟 大排档开始搭棚子了 重庆这个天啊 说变就变 今天贼了 你们要搭多少个棚子 要搭一下 我搭几十个哟 十三十个棚子要搭 你们那个鸡刚才讲说鸡就90块钱 对 辣椒 我才反应过来 辣椒你们一只鸡用多少辣椒 两斤半吧 两斤半就得50块钱 超多吧 90加50 你卖多少钱鸡 卖158 那你还 这个鸡根本就没利润 就全靠重庆喜欢喝酒嘛 就需要卖点啤酒挣钱是 哦哦 就大排档就这样 对大排档 现在餐饮根本就没有包裂 只能说卖了啤酒挣钱 你本来这些生意都不好做 你卖贵了谁来吃啊 哦主要酒水 对对 以前正常价一个鸡在那外面卖200多 现在就158 就把个本卖了酒水挣钱啊 是吗 是吗 都干了 是吗 我已经不理解一下 是吗 你对 嗯 不理解一下 我还是不理解一下 就是 对 我做 就每天摆这些棚子啊 桌子就很辛苦了啊 对 一个小时吧 那你们是五点摆 然后几点钟打烊呢 凌晨三点是这种打烊 再也有客人的话 我们就一直陪着他 风雨无阻 一年还有假期啊 基本上没假期 就过年的时候休息几天 你们这老板都亲力亲为啊 对啊 我本来是本来以前都打工了 现在也是一样 就是说啊 这都不一样了吧 三月宝贝 大半夜宝贝 一边就不一样了 这都不一样了 我们就在吃了 吃了 最后吃了 咸子 家里 看看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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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煮到去 大蒜 只有大蒜 鸡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哎呀这个生意啊 真的是太火爆了啊 你们这两年怀不怀念这种大排档 这种兄弟们 一起喝酒的感觉 哎这两年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菜就太野了啊 整个全都是辣椒 这个我估计得趁热吃 这是蒜 真的是 那这也是蒜 真的是辣椒里头找鸡丁啊 炸过的鸡丁有点焦香 嗯 它复杂了两遍啊 哇好吃 这也是真的辣啊 刚才老板讲说这个是微辣 永远不要相信人 相信虫肌人的味辣 哇好吃 确实好吃 都是 清香的那种辣味啊 清小米辣就是 特有的那种清香味啊 就找鸡有点麻烦 老板 北京北漂23年 然后刚才跟他聊天的时候讲 说这个大白档 嗯 一年能干一千万 现在 三亿人很不容易啊 更何况是这种干大白档的啊 这个龙虾你看啊 油汪汪的啊 重庆菜就是油大 重庆马小 哇 这个油 就感觉有点像油蒙大虾那个油 又香又辣 我吃龙虾就不喜欢戴手套 我喜欢缩手指的感觉 舒服 这一盘三斤 哎呀 缩一下 这个吸满了汤汁 这个是他们家 刚才看酒柜里头 很少看到这种老的过滨了啊 以前十多年前我还在重庆 待过啊 大平地铁站 酒坑子好像 那时候就靠老山城 我们几个朋友 渡过漫漫长夜 来三成品酒 哎呀 舒服 很久没有吃到这么热闹的大白档了 要了一封面 哎呀 我们来看一下 面放这里头什么感觉 我现在在咽口水 哈哈 非常哇塞 啊 上头 真的好吃 我非常喜欢吃面 就每到一个 呛呛 就每到一个地方我会 首先去尝尝地方的面条 龙虾拌面 这是我们 哎呀 香酥 这个面有点坨了 是我们南京的吃法啊 南京喜欢 就是十三香或者蒜蓉拌点面 你看都是红油 哎呦有点奇怪啊 我们江苏十三香龙虾那么牛 在成都 在重庆 从来没见到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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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